实习期间被老板压榨该如何反击 我是一个黑心老板以下这些工资陷阱 我绝对不会被你知道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去天眼查查询 我的工商信息只要输入我的企业名查询 就会被你发现 我的企业风险有高达上千条 并且评分等于70分 工资随时破产老板直接跑路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点击我的工商信息背景 查看我的社保缴纳人数 就会被你发现 我公司50个人正常参考的只有两个 什么公积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还有上面虽然写着注册资本200万 但实际我一分钱都没掏 因为我压根没想给你花薪资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那些我欠你们的薪资 可千万别去公众号搜索线新线索反应平台 然后举报我走投无许能够被你薪资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千万别去网上搜索国家企业信用网站 查询我的公司名字 就会被你发现 我已经被列严重违法的失信模式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等你来面试填写资料的时候 让你把身份证电话号码 家庭住址父母做什么的 全部1510的写的明明白白 那天我走投无路了 就拿着你全家的身份信息去贷款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等到签合同的这天 我会把原本口头上谈好的6000 在合同上写成底薪2000 其他的钱全划分为绩效工资 一下来实际到手2500 就想赚走我的一分钱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我最讨厌你们去这些正规渠道找工作 不然我真的招不到那些好骗的傻白天了 最后千万别爱看你身边 招工作的朋友来看 两حم元 这种 Fat 感谢观看